故事 七十三岁大爷 在儿女的家里各住了一个月 我终于明白了晚年能依靠谁 七十三岁的吴大爷说 自从他的老伴因病去世之后 他就向儿女提出去他们家里养老的要求 然而 当他终于得偿所愿 在儿女的家里 在儿女的家里各住了一个月之后 才终于明白了晚年能依靠谁 吴大爷 我今年七十三岁 在老伴没有得病之前 我的一直生活得非常幸福 我俩在一起过日子几十年 从未红过脸 更没吵过架 堪称恩爱夫妻的典范 我俩之所以会夫妻恩爱 皆因为我俩都能够包容对方 老伴虽然一辈子都没上过班 但他将孩子和我都照顾得很好 家里也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认为挣钱是男人的事情 所以从未嫌弃过老伴没有收入 老伴体恤我工作的辛苦 所以从未让我干过家务 多年以来 我被老伴照顾得非常好 早就习惯了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正因为如此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 我的苦日子也就正式开始 由于我不会买菜做饭 不会洗衣服收拾屋子 这样的我 离开了老伴的照顾 感觉步履为奸 就连想好好吃顿饭都成为了奢望 起初 我每天都会去家附近的餐馆吃饭 可天长地久的 我的荷包受不了 我每天三顿饭都得花百来块钱 让我着实心疼 为了省钱 我就想出了去儿女们家里养老的主意 当我向儿女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 他们说只有轮流养老才公平合理 儿子和女儿经过商议 决定让我在他们的家里轮流住一个月 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尽到了孝道 在我离开的那一个月时间里 他们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既然儿女们做了决定 我就悉听尊便 女儿是老大 于是我的第一站就去了女儿家里 女儿对我倒是挺好的 她虽然还未退休 但她在每天上班之前 都会将早餐和午餐给我准备好 下班回到家之后 再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之后 女儿直呼受不了 她说天天都要起早给我做早午餐 每天都没睡够 身体疲乏得很 工作的时候都没有力气 她下班回到家还不能休息 不仅要做一家人的晚饭 还要给我洗衣服 累得要散架 女儿和我商量 让我每天的早午餐自己解决 或者在家里煮面条吃 或者去外面随便吃点 女儿的提议被我一口否决 我认为去外面吃饭太费钱 那样我会心疼 煮面条我也不会 所以这两个方案都不行 女儿见我不同意她的方案 只好继续坚持着给我做饭 看到女儿天天都累得不行 女婿不乐意了 她说我一点都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如果把她累病了 她就要和我没完 听了女婿的话 我很生气 我气愤地对她 说女儿是我生的 是我养的 古话说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既然是我养大的女儿 当我需要她的时候 她照顾我是理所应当 女婿认为我说的不对 她说我是个自私的老头子 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 就会毁了女儿的后半生 那天晚上 我俩吵得不可开交 女儿见我们吵得挺凶 吓得都哭了 好不容易在女儿的家里 熬了一个月 终于到了去儿子家里的日子 我原本以为自己终于逃出了苦海 谁知迎接我的 却是更大的深渊 当我踏进儿子家门的时候 迎面看到的就是儿媳妇的冷脸 她看见我连招呼都不打 这样的情形 让我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我想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既然儿媳妇不理我 那么我就主动跟她打招呼吧 可是 当我主动向儿媳妇问好的时候 她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就进了卧室 我看着儿媳妇离去的背影 半天没缓过神来 心想 难道人老了就这么遭人嫌弃吗 难道她就这么讨厌和我住在一起吗 儿子见我一脸善善的表情 于是好心地宽慰我 她说 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不重要 只要她对我好就行 我想想 也是这个理儿 儿媳妇毕竟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她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对我好 既然儿子承诺会对我好 我就安心地在儿子家里住了下来 谁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连儿子也对我也不好了 事情的起因还是因为儿媳妇 她在儿子的面前说了我很多的坏话 儿子起初并没往心里去 可架不住她天天吹枕头风 导致儿子对我一肚子的意见 我老了 自然就老眼昏花 有时候马桶没冲干净 我也看不见 每次我马桶没冲干净的时候 儿媳妇就会扯着喉咙大骂 骂我是个邋遢的老头 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 让他看着都想吐 儿媳妇骂我的时候 儿子不在家里 既然没有儿子给我撑腰 我只好忍气吞声 由着儿媳妇对我破口大骂 我暗暗地私存 只要儿子回来了 看到儿媳妇欺负我 她就一定会狠狠地教训她 让她以后不要再骂我 谁知当儿子回到家里之后 儿媳妇反而恶人先告状 她说我故意将屎尿弄得到处都是 我这样做就是想要恶心她 让她的心里不痛快 儿子听信了儿媳妇的一言之词 她反而过来说我 让我以后要讲究卫生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 哪怕我极力地为自己辩解 说我不是故意这样做 我只是老眼昏花没看清 马桶没有冲干净而已 并不像她说的那样 弄得到处都是 可是无论我如何为自己辩解 儿子依然认为是我的错 她说即使我看不清 也要多冲几遍 直到将马桶冲干净为止 只有家里干干净净的 儿媳妇才会有一个好心情 儿媳妇心情好 我们爷俩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 在我梅鱼和儿子住在一起的之前 我根本没看出 她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自从我住进了儿子家里之后 才发现当家做主的并不是儿子 而是刁钻刻薄的儿媳妇 当我看清了事实真相之后 就再也不敢和儿媳妇对着干 我每天都把马桶冲得干干净净 之后还要用马桶刷 好好地清理一遍 确定没有污物之后才放心 可即使我已经足够小心 儿媳妇仍然不满意 她说我的衣服很脏 从外面回家之后 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将她家的沙发都弄脏了 我就不明白了 我的衣服能有多脏 我只不过是去公园溜了一圈 很快就回家了 衣服上干干净净的 根本没有什么灰尘 不仅如此 儿媳妇还嫌弃我的身上有味道 她说我的身上很臭 每次和我坐在一起吃饭 她都会有难以下咽之感 我认为儿媳妇是鸡蛋里挑骨头 我的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味道 自从我住到儿子家里之后 为了不遭人嫌弃 我每天都会洗澡 哪里会有什么臭味呢 总之 无论我如何注意 无论我做得多好 而媳妇都能挑出我的毛病 都能找到吐槽我的地方 她每天都会对着我指指点点 故意说一些难听的话 影响我的心情 我知道 儿媳妇之所以会这样做 会对我各种吹毛求疵 她这样做的目的 只不过是想要将我赶走 让我不再和他们住在一起而已 自从我明白了 无论自己怎样做 都不被人待见之后 我就断绝了在儿女们家里 轮流养老的心思 虽然儿子和女儿对我不差 可他们都有另一半 只要他们的另一半不待见我 即使儿子和女儿对我好 那也是白搭 我想 既然我现在能走能动的 为什么要在儿女们的家里 受那份窝囊气呢 当我想通了这些道理之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开始学着自己买菜做饭 试着自己照顾自己 如今 我每天都吃着自己亲手 做得香喷喷的饭菜 穿着自己洗干净的衣服 看着自己收拾的赏心悦目的家 每天都心情好好的 感觉非常的幸福 说来也奇怪 自从我没有和儿女们住在一起之后 女婿和儿媳妇对我的态度 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他们不再对我横眉冷对 对我也有了像模样 当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才终于明白了两代人 要保持一碗汤聚离的原因 因为聚离才会产生美 如果两代人住在一起 就会因为各自的生活习惯差异 而产生矛盾 引发争吵 只有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才不会因为同住在一起 而产生摩擦 两代人才能和睦相处 才能有一个父慈自孝的良好氛围 我已经拿定主意 在我能够生活自理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独自居住 自己照顾好自己 如果我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我要么雇保姆养老 要么就去养老院养老 总之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再去儿女们的家里养老 因为那样的日子太难过 自从我尝试过一次之后 这辈子都不想再尝试第二次 接触于 为什么老年人不愿意和儿女一起住 无非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在儿女们的家里不被待见 二 两代人的生活习惯有差异 三 在儿女们的家里住着 没有在自己的家里舒心惬意 故事 六十七岁大妈哭诉 抱团养老不限时 两年花掉三十万 姐妹感情也决裂了 随着养老方式 越来越多花样 现在很多老人 渐渐不和子女同住养老 而是选择在家请保姆 或者去养老院养老 他们觉得养老 还是不去麻烦子女好 毕竟他们也不容易 我们自己有能力 就靠自己为好 可这两种养老方式 的确是很不错的 却不是所有老人都适合的 因为无论选择哪一种方式养老 这费用都不是一般老人能承担起的 像现在保姆工资随便就要四至五千 加上生活开销 一个月都得七至八千元 而去养老院 虽然是包吃包住 但好点的也要五至六元 而最近几年 社会流行着一种老年人 搭伙过日子的养老方式 惹得很多老人非常向往 甚至纷纷效仿 这种方式叫做抱团养老 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养老 相互合作生活 既能解决晚年无依无靠的问题 还能减轻子女的负担 最主要的是多人一起养老 什么都给治 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那么抱团养老 真的就是这么美好的吗 要说答案 其实的确是有不少老人 因抱团养老过上 美好的晚年生活 但成功的案例很少 失败的却很多 一位六十七岁的刘大妈 在经历过抱团养老后 就这样哭诉过 抱团养老并不现实 和姐妹抱团才两年多 我不但花光三十万老本 最后还闹得姐妹感情决裂 走向丧火 为什么好好地抱团养老 会变成这样 下面就来听听 刘大妈的抱团养老的故事 讲述人 刘大妈 六十七岁 我是一名单位退休老人 每月领着三千五百元的退休金 自己有房有车 一双儿女很有出息 也对我非常孝顺 原本拥有这么优越的生活条件 我是可以过个幸福舒心的晚年的 可是一副好好的王牌 却在退休后多年后 被我打得稀巴烂 如今花光了三十万老本 最后还搞得一个人独居过日子 我是五十五岁退休的 那时候生活还算蛮幸福的 大我两岁的老头子 还要三年多才能退休 所以我退休后 就围绕着他转 给他做饭给他洗衣 然后过着他主外我主内的生活 而每天晚上 就是他陪我到处溜达逛街 我们经常手牵手漫步在公园里 或者在商场中 虽然没有年轻恋人 那边暧昧和甜蜜 但是我却觉得这样很幸福 所以那时候的我 也非常期待老头子能快点退休 然后每天时时刻刻都这么恩爱和幸福 然而我日盼夜盼 终于快等到老头子退休 就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一个噩耗让我的美好生活慢慢堕入黑暗 当时老头子单位组织全员体检 很不幸他身体里被检查出有颗肿瘤 并且情况很不妙 于是 为了治疗 我带着老头子去了省城 找了权威医院 可越去治疗越糟糕 花掉了二十来万积蓄 最后老头子却只熬了半年多 病情恶化去世了 老头子走后 我就过得很痛苦 一直过得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 却要我一个人独立面对 那种亲人离别的伤心 和孤独无助的恐惧 折磨了我很久 好在两个子女很孝顺 轮流回来陪伴我 尤其是女儿 更是把我接到她家里住 但是 我住了没两个月 还是被儿子接到身边去了 毕竟 女儿家始终都是别人的家 我不方便长期同住 去了儿子家居住后 我以为那里就是是我余生 最后停留的站点 可是我没住多久 也还是离开了 不是我的儿子儿媳不孝顺我 而是他们太孝顺 为了伺候我 他们忙里忙外地 牺牲了很多自己的闲暇时光 而且儿子住的地方 又特别繁华喧闹 我极其不适应 出门买个东西 不是容易迷路 就是容易出事 所以 我并没有住得很开心 大概和儿子同住了一年左右 我就回到了自己家生活 其实 一个人住习惯了 也就没那么怕孤独 每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想去干嘛就干嘛 没有束缚也不用为谁操心 回到家后 我每天都过得很丰富 早上去跳广长舞 中午不是去串门 就是在家里做美食 然后下午就去打麻将 晚上会公园唱歌 日复一日的 倒没有觉得生活有多么不堪 而人终究逃脱不了年龄的增大 身体的衰老 63岁那年 我摔了一跤 把右脚给摔折了 仅仅是三个月的不方便 结果却不仅把我折腾坏了 还拖累了子女 要他们请假陪护我 所以 当脚伤好了后 我就不太敢去麻烦子女们了 但想想 我就一个人 以后真有什么大事小事 还是得麻烦他们 这好像就避免不了的 而我想请保姆 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就这么点 根本请不到保姆 想去养老院 又不想去太普通的地方受罪 就在那个时候 我偶然看到 网上一则抱团养老的新闻 几个单身老太太 住在一起 互相合作养老 这让我非常羡慕 而且我身边好几个姐妹 也和我一样 面临着独居生活 很适合聚在一起抱团养老 于是 我就跟几位姐妹 说了下这个想法 最后只有两位姐妹同意 她们分别是阿娟和阿兰 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友 没有什么太多意见 一拍集合后 我们就开始了抱团养老的生活 首先 我们都向往田园生活 于是我们就去城郊边的乡下 找个带花园的老房子 本来只打算租房子的 毕竟我们几个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住个十几年就不错了 但是我们三人里年龄最小的阿兰 却说现在农村的房子便宜 我们几个凑一凑钱 就能买下来 而且房子还可以保值增值 以后我们老到不能自理时 就可以把房子卖了 把钱拿去住好一点养老院 这样多美好啊 当时我们另外两个人 也觉得这想法不错 就咬咬牙合资 买了一栋老房子 房子很便宜 才六十三万 人均二十一万 然后后续装修加买家具 花了二十五万 人均八万多 一开始打造这个养老房 我们每个人就花掉了 近三十万元 而这三十万元 是我攒了半辈子的积蓄 所以当时我是有点疯狂的 我们成功抱团后 刚开始是过得挺美好的 每天分工合作过日子 我做饭 阿娟和阿兰就做家务 我们还把花园改成菜园 天天都在地里捣固 种了很多蔬菜 忙完一些事情 闲暇时我们姐妹几个 都会自娱自乐 一起打牌 即使是三缺一 又是赌谁输了谁做家务的麻将 但我们却玩得不亦乐乎 每天一日复一日都不觉得烦 原本我们是过着很和谐的抱团生活 但是时间一长 我们之间就开始有了矛盾 阿娟是个很疼孙子的女人 会带她的两个孙子来这边同住 一开始一个月来一次两次 我和阿兰都都觉得无所谓 家里有个小孩来 也多分生气 可阿娟却越来越频繁 每周末都把她孙子接过来 甚至有一次暑假 直接让她的孙子长住在这里 我们三个人伙食费 都是耶治的 而阿娟也说 小孩子吃不了多少饭菜 就不把她孙子的伙食也均烫了 我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可阿兰却很在意 老是抱怨阿娟很过分 渐渐地她和阿娟就矛盾很大 好几次都差点吵到摔东西 好在我这个和事佬 不然就抱团没一年就散伙了 自从他们感情不好以后 我们的抱团生活 虽然还照常继续 可就是没有刚开始那么和谐和美好 他们两个动不动就争论 计较谁干活多 谁出钱多 谁又做得好 谁又做得不对 抱团第二年 我脚伤复发 去医院住了半个月多月 原本说我们三人如果有谁生病 其他两个人就要去帮忙照顾的 可他们两个送我去了医院 就把我儿子叫了过来 然后他们就跑回家去了 我那会儿还特意打电话 叫他们来照顾我一下 可他们却很多借口 阿娟说医院的味道不好闻 他去了会想吐 阿兰则说他一个人也伺候不了我 叫我让我的子女照顾 或者干脆请个护工伺候得了 整整住院十五天 没来照顾我也就算了 交货食费的时候 还要叫我交足额的 这让我很不满 渐渐地也对这种的抱团养老很失望 后来 阿娟和阿兰又因为分工合钱的事情 大闹了一场 而那次 我没有坐合适老 而是任他们折腾 最后 阿兰和阿娟闹得很厉害 纷纷提出散伙不过了 我没有反对 就这样随着姐妹感情破裂 我们的抱团养老也就散伙了 然而 散伙后 我想把房子卖了 拿回自己投资的三十万老本 可是这乡下的房子 挂了两三年却没人来买 如今的我 为此感到非常后悔 原本我可以用这三十万 在家咬咬牙 请个不错的保姆 过个幸福的晚年的 结果 却这样套在这个房子里 到头来一生病 亦需要人照顾 还得麻烦子女 所以 抱团养老一点也不现实 不要盲目效仿为好啊 结语 亲人之间住久了 都会有家庭矛盾发生 而和外人生活在一起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还有关系再好的朋友 走得太近 走动得太频繁 都容易引发不和谐的事情发生 尤其是涉及到利益问题时 那就非常容易出现 谈钱伤了感情的事 所以 抱团养老并不一定全是美好的 也不适合所有老人去尝试 有能力的话 还是请个保姆在家养老吧 这样花钱买服务 不好 我们想换就换 而真的能力有限 那就乖乖依靠子女吧 到那时候也别太矫情 也不要抱怨子女不孝 或者不习惯 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人老了都会老来难 故事 六十四岁大爷跟亲家母搭伙过日子 一年花了十万 大爷 他把我套牢了 孤独是晚年老人最容易 也很难避免的一个情况了 如若晚年的时候 老伴尚在还好 平日里家里也有个人说话 聊天 日子也会过得热闹点 不至于那么的冷清 可如若是老伴离世 再或者是离异等这些情况下 晚年独自一人的生活 就会十分的孤单了 这时候 萌生起再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的心思 也就成为了很多人的想法了 只不过在这种现象中 出现了不少与亲家搭伙养老的案例 看上去似乎是亲上加亲 依托于儿女的关系 能够让两个老人相处得更加容易些 可实际上到底是如何呢 一位六十四岁的大爷 讲述了自己晚年跟亲家母搭伙过日子的事情 一年花了十万 大爷直言 他把我套牢了 青宿人 行大爷 我今年已经是六十四岁了 这也是我养老的第四个年头 而我对自己的晚年养老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满意 因为我期间做错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当时放弃了 去找一个老伴生活 而是选择了跟亲家母搭伙过日子 也许有人说这样的生活更好些 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们省去的烦恼 而且都是一家人 生活起来也肯定很容易 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是一个人 从五十多岁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生活了 老伴当年因为生病去世的早 在他去世了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并没有想过再婚的这件事情 主要也是我没有那方面的心思 总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也不错 毕竟被老伴管了一辈子了 一个人生活还能自由一点 所以就一直独自生活到了退休 也没有觉得不适应 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每天的时间也都会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也不会觉得孤独 到了周末也会约着朋友们喝酒 打牌 钓鱼 日子别提有多潇洒了 就在我以为往后的日子 就这样潇洒地过下去的时候 因为一场意外 让我重新开始考虑起了两个人的生活 记得是在我刚退休那年 因为有一段时间胡吃海喝的 基本上每顿饭都是在外面买的吃 就算是不出门的时候 自己也是自己在家里瞎凑合 结果胃就扛不住了 胃疼了好长一段时间 大半夜地叫儿子回来 把我送到了医院看了看 住了院 也输了夜 熬了好几天这才挺了过来 儿子嘱咐我不要乱吃东西 自己按时做饭 吃饭 可是我哪会做 还是凑合地吃 清汤寡水的 每天饿了保证 有口吃的就不错 再后来就是遇到了 被封在家的日子了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 可真是一场煎熬 真心是不会做饭 但是也没办法 孩子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就只能自己硬着头皮 做饭了 苦苦煎熬了两年 大鱼大肉的一口没吃过 倒是清淡的食物 吃了两年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动了找老伴的心思 想着要是找个老伴的话 起码在吃饭这方面 不用我担心了 就这样在去年解封了之后 我也开始陆陆续续地 去跟一些老朋友 给介绍的单身女人接触了 前前后后 接触了四五个 也没有合适的 主要原因 还是没有演员 以及所谓的条件谈不拢 比如有个人跟我说 搭伙过日子的时候 得先给他三万块钱 理由是想要一份安全感 怕以后白伺候我 再比如说 有个人说 要请保姆一块养老 这样的话 俩人都能轻松点 费用各自承担一半 这些条件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不好听 就拒绝了 想要再留心接触 接触其他人 可就在这时候 儿子儿媳妇 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改变了我的想法 而媳妇说他母亲现在 也是一个人在老家生活 年龄大了身体上的小毛病 也不少 一个人生活也很不方便 而且身边也没有亲人照顾 之前生病了自己连家 也回不去 只能干着急 所以就想着把他母亲 接到身边来住 这样的话他也放心一点 还说在家里住着不方便 在外面租房子 又是一笔开销 想来想去就想到了 让亲家母过来跟我一块 生活 这样俩老人也能有个伴 他们也放心 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可行 本来就是一家人 况且我也缺一个 能跟我说说话 给我做饭的人 既然亲家母能过来一块住 那她肯定在做饭 这方面比我强很多 就收拾了一间房间出来 并且很高兴地迎接亲家母进了门 说起我这个亲家母 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多 两个孩子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两家人 其实见面的次数也不算很多 平日里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打打电话 互相问候一番 其他时间里就很少联系 当初儿媳妇怀孕的时候 她倒是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那应该是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时候了 不过后来就很少了 如今她住进我的家里之后 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忐忑 怕我们之间的闹出别扭 所以生活上也是小心翼翼的 尽量保证两个人面子上过得去 也许是孩子们也跟她讲过我生活的难处 所以她当初来了之后 也跟我讲过我们如何相处的事情 而她当时的意思大概是 我知道你肯定不擅长家务活 不擅长做饭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家里的事情以后交给我就好了 做饭 扫地 收拾家里这些事情 我一个人也能忙活地过来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但是你得负责我们的开销 生活上不管什么事情 你得负责掏钱 反正咱俩也这么大年龄了 一来是花不了多少钱 二来也是没必要替孩子们 攒那么多钱了 过得高兴就行 我被亲家母的热情给吸引了 点头答应 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反驳 在后来的日子就是我掏钱 她做家务了 只是这钱以我肉眼可见的速度 花销越来越快 花销得越来越多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约定了个大概的费用 每个月我给她两千块钱左右 这也基本上就够我们用了 只是后来随着关系 越来越好了之后 我花钱也大手大脚的 我们俩一带一块出了门 所有的开销都是我承担 有一次去商场逛街的时候 她看上了一个老年人的那种按摩椅 她尝试了一下觉得那椅子特别舒服 特别适合在家里放一个 我也是碍于面子就买了 那把椅子就花了五六千 其次就是一些营养品了 在家里的时候 她也时常会跟我说一些有益于老年人的营养品 一盒就得两三千 说朋友吃过 推荐过 觉得很不错 虽然没有明确地跟我说要让我买 可是这事说多了之后 我还是买了 原因只是那种天然的面子问题 平日里她对我不错 做饭什么也都很认真 家里也被她打理得很干净 所以我自然也就会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地去满足她的一些要求了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为了生活起来更方便而已 除了买东西之外 也出门旅游过三次 向前不久刚从云南回来 光是这一趟就花了三万块钱 我一个人承包了路费 抱团费用 承包了在外面的所有开销 而且还给她买了一套衣服 一个镯子 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加起来 就花了这么多钱 花钱的时候 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心疼的 只是回来一算账 心里也是懊悔不已 回想 这一年的生活中 我的一张十万块钱的卡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虽然我不是缺钱的人 但这才过去了一年 就花了十万块钱 仔细一算账 才明白了下来 这十万块钱 都是跟着亲家母一块花了 而且大头都是给她花了 每个月两三千的开销 加起来一年 也得两三万了 平常出去旅游的时候 最多的一次就是上次花了三万 其他两次都是一万左右 不算多 只是加起来之后就很多了 还有的花销 就是日常的一些营养品 衣服 椅子这些东西 前前后后 加起来也挺多了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实在是零零散散的东西 花得太多了 我也反思过原因 原因就是两个字 面子 一方面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应该互相帮助的 无所谓计较那么多的事情 另一方面又觉得我是男人 她是女人 我多承担点也是应该的 更重要的是她平日里 对我也不错 起码在做饭 家务活方面总是能够让我省心 所以我才一次次地选择了满足 结果就是花了这么多的钱 我们俩之间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哎 说起来都是一把心酸泪 如今的我还是跟亲家母在一起过着日子 钱的事情我也在努力地克制 我也不好张口去跟亲家母计较 只能凑合地先过着了 有时候跟朋友说起这事的时候 他们建议我分开 起码手里的钱能攒下来 但是我却明白亲家母已经把我套牢了 花了这么多钱了 而且也习惯了她在家里的行为 还是挺满意的 自然也就不想要贸然地选择分开了 得亏我每个月都有退休金 经济基础也还比较得不错 不然得化还真的挺难做的 通过我的这段经历 我也是想告诉大家 有时候晚年选择跟亲家搭伙过日子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清楚 考虑仔细 毕竟都是一家人 要是出点什么意外 出点什么矛盾到最后 就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说白了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不要贸然地开始 因为很多事情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为了尊严 我主动要求和二婚老公经济也制 如今我却后悔万分 吴女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女人 她和前夫离婚后 就和赵先生组成了新的家庭 吴女士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自尊心极强 她不愿意因为收入低就被赵先生轻视 所以就主动提出家庭经济也制 也制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 他们夫妻俩一直共同分担着家庭开支 日子虽然很平淡 但也算是风平浪静 然而 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让吴女士大跌眼镜 并且对赵先生彻底失望 吴女士 我今年三十五岁 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我的前夫是一个登途浪子 他勾搭身边所有能够勾搭的女人 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放荡自己的机会 这也就罢了 他还将自己的收入 全部花在那些女人身上 把家庭的重担 都压在我这个柔弱的女人身上 让我实在不堪重负 这样不靠谱的老公 让我感到已经没有和他继续的必要 于是我就向他提出了离婚 他见挽留我不成 就说如果我想离婚 就必须把孩子带走 把房子留给他 前夫如此要求 无异于让我净身出户 因为我俩除了房子 没有一分钱的积蓄 虽然我为前夫的做法感到不迟 但为了能够摆脱他 我依然答应了他的不合理条约 只带着一些随身衣物 就离开了家 和前夫离婚后 我就租了一套小房子 虽然房子很简陋 但有儿子陪着我 我的心里依然充满着希望 虽然我没什么钱 但我认为金钱都是身在之物 只有精神的富足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我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 每个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每天下班之后 我就会回到出租屋 给儿子制作丰盛的晚餐 等到儿子放学回家 我俩就围坐在饭桌前 吃着好吃的饭菜 互相聊一下 今天发生的趣事 这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和儿子在一起 我的心里充满安宁 在我离婚半年之后 好心的同事 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他姓赵 是一个男 收入丰厚 小赵只比我大一岁 工资却比我高出一大截 让我自叹服辱 小赵的业务能力很强 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 随着他工作能力的增强 他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 面对如此优秀的男友 我不禁产生了自卑的心理 为了所谓的自尊 我从不让小赵为我花钱 哪怕他给我买了节日礼物 我也会加倍奉还 小赵对我的表现非常认可 他说如今像我这样的女人 已然不多 能够交到我这样的女朋友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我俩相处没多久 小赵就向我求婚 他说自己工作繁忙 没有太多时间谈情说爱 既然两个人条件合适 就早日组成家庭 生活稳定下来之后 才能好好地干事业 我不是一个矫情的女人 认为我俩既然已经都老大不小 并且又不是第一次结婚 所以就不需要把婚事弄得那么复杂 我俩确定了关系之后 只请双方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吃了一顿饭 就算是结了婚 在我俩筹办婚事的时候 我就慎重提出 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人 不会因为她的收入比我高 就占她的小便宜 婚后 我俩经济实行 一致 双方各自孩子的费用 由各自负责 大家各自安排好 自己的经济和生活 不存在谁占谁的便宜 小赵对我的提议举双手赞成 并且身体力行 我俩结婚时请双方亲朋好友吃饭 总共花了三千多元 所有费用都是由我俩共同承担 我并没有因为她是男方 就让她承担下九席的所有费用 小赵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以前一直由儿子的奶奶带着 自从我俩再婚后 小赵就将儿子从奶奶家接到我们身边 他说 相信我会做个好后妈 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儿子 为了不辜负小赵对我的信任 我对妻子甚至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好 因为我上的白班 就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晚饭 而小赵的工作性质 经常需要加班加点 所以家务事基本上都被我独自包揽 尽管我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但依然和小赵平分家庭开支 并没有因为我体力上的付出 就少出一分钱 对此我并没抱怨 因为小赵有时间的时候 也会帮我做些家务事 我觉得既然两个人成为了夫妻 就不能计较太多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 两个孩子也长成了半大小子 看着孩子们茁壮成长 我感到特别有成就感 我对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 不仅得到了妻子的喜欢 还得到婆家所有人的称赞 虽然小赵对我并没有金钱上的付出 但这不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吗 当初我之所以主动提出和他小赵之生活 就是要的这一份尊严 正是因为我的这种大气表现 才赢得了婆家人的尊重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我对自己A制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我的儿子从小就身体不好 运动量过大就会气喘吁吁 以前我并没有引起重视 认为儿子还很小 身体还未发育成熟 等他长大了就会好 后来他在体育课上突然晕倒 才引起我的重视 到医院一检查 发现原来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需要做手术治疗才能痊愈 医生让我准备十万元的手术费 可我哪里有十万元钱 我穷得连一万元钱都没有 我每个月四五千元的收入 除了出一半的家庭费用 还要应付儿子读书 买衣服和学习用品的开支 基本上是月光足 虽然我没钱 但是手术却不能不做 医生让我尽快安排儿子住院做手术 否则如果儿子再一次晕倒 就会威胁到生命 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 所以筹措医疗费是必须做的事情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赵 他作为我的二婚老公 又是我儿子的继父 我觉得在救命的紧要关头 让他给我儿子出治病的钱 也是名正言顺 然而小赵一听说 要给我儿子出十万元的治疗费用 一下子就炸了 他说凭什么要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妓子出钱 即便是要出钱 也应该由我儿子的亲生父亲出钱 我那个不靠谱的前夫 自从我俩离婚之后 他就没给过儿子一分钱的抚养费 想要让他拿出十万元钱给儿子治病 简直就比登天还要难 前夫没钱 二婚老公有钱 却不愿意给我 让我不禁悲从中来 伤心地抱起儿子 就放声大哭 小赵见我 嚎啕大哭 并没上前安慰我 他只是催着我赶紧去做饭 说他和妓子早就饿坏了 我没筹到儿子的手术费 哪里有心思给他们做饭 小赵见我半天没动静 就带着妓子出去下馆子 那天晚上 他们爷俩很晚才回家 一到家就又疯又闹 玩得异常开心 而我和儿子却没吃一粒米 整整饿了一晚上 后来还是母亲给我拿了十万块 才让儿子顺利地做了手术 母亲早年守寡 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她有好几种慢性病 每个月要花不少钱买药 所以根本没多少余钱 这十万元钱 很可能是她多年 从牙缝里积攒出来的 所有积蓄 当母亲交给我钱的时候 我的手一直在颤抖 我不忍心要母亲的养老钱 但是为了儿子 我又不得不 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钱 自从小赵拒绝 给我十万元救命钱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 为了所谓的尊严 就将金钱视作粪土的行为 实在太傻 儿子得了病之后 我才发现金钱 远比自己所谓的尊严重要 如果不是母亲伸手相助 很可能 我现在依然没能筹到手术费 当我指责小赵 见死不救的时候 他却说 也致生活无可厚非 既然他没占我的便宜 那么我也没理由 让他多付出 虽然他说的貌似有道理 但我三年来 付出的家务劳动和时间 我精心照顾 继子的那份爱心 有价值几何 为了给自己 讨回一个公道 我让小赵 将这三年的保姆费支付给我 我不会狮子大开口 我只要每个月 两千元钱的工资 三年时间算下来 应该有七万多元钱 小赵见我居然找他要保姆费 接连说我 钻到前眼里去了 他说我俩是一家人 保姆费从何而来 我说既然不愿意支付我的保姆费 那么以后就由他来做饭和收拾家务 我倒要看看 他愿不愿意做这种为爱发电的事情 小赵见我从此不再做饭洗衣服 也不再照顾继子的日常生活 很快就向我提出离婚 他说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好女人 现在的我让她感到很陌生 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 莫不如早点分开 以免耽误了对方 看着小赵漠然的表情 让我突然产生真情错付之感 我觉得自己以前为小赵付出的所有真情 简直就是一个大笑话 我没做太多纠结 迅速配合 他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一次我依然和三年前一样 拖着自己的随身衣物 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 故事 65岁阿姨倾诉 经历了两次再婚 我才明白 男人晚年找老伴图什么 男人晚年找老伴是为了什么 当下的社会有个怪现象 就是现在很多单身的年轻人 好像都不情愿成家似的 要么一个个不想结婚 要么就是拖到很晚才结婚 甚至有些情愿单身度过 也不愿找个伴侣成家 而反观那些晚年单身的老人 他们却很热衷于再婚 尤其是很多老年男人 一旦单身后 没多久就会去找个老伴再婚 虽然说当下老年人再婚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但还是会让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男人单身后 会这么想找老伴 难道一个人就过不下去吗 可能有些人会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晚年有老伴才会幸福 也有些人会说 男人有时候也很脆弱 很怕孤独 所以单身后找老伴 就是为了有人能一起度过晚年 甚至有些人也会说 男人晚年找老伴 就是不想晚年活得没滋没味 说得都挺好的 但有一位65岁的刘阿姨 却不这样认为 她说 我一开始也觉得单身男人找老伴 是为了爱 为了陪伴 或是为了解决孤独 可经历了两次再婚婚姻后 我才明白 男人找老伴到底图什么 下面就来听听 刘阿姨的再婚故事 讲述人 刘阿姨今年65岁的我 退休刚好十年了 目前每个月可以领着四千多退休金 自己有房子和不少存款 一个人养老是足够滋润 没有什么担忧的 就算晚年有什么病痛 我也不怕 因为我有一儿一女 并且还有医保 可是条件这么优越的我 却在八年前犯了啥 我退休前两年 老伴就因病去世了 还没退休时 倒不觉得老伴的离开 会让我有多么难熬 因为我工作比较特殊 常年住在单位宿舍 只有周末或节假日 才会回来 所以老伴还在的时候 我就习惯了一个人在外的生活 而如今老伴不在了 我也没感觉有啥不适 谁知退休后 却让我破房了 55岁退休后 儿子要我搬过去同住 顺便接送小孩子 但却被我拒绝了 不是我不愿接送小孩 而是我很怕和儿媳妇相处 我这个儿媳妇嘴巴很厉害 我又是个忍不住气的婆婆 真怕住在一起 两婆媳会掐起来 没有去儿子家 我就回到自己家过退休生活 而且为了好好享受退休 我还没退休 就给自己罗列了很多行程 要去学跳舞 学唱歌 还有要养花养草 去哪里旅行等等 当时做这些行程计划的时候 我是满脑子充满美好的幻想的 可当我什么都尝试了一遍后 却发现其实没啥好的 跳舞跳不好 养花养草 也三分热度 去旅行呢 又不是每次都有朋友一起陪着去 久而久之 我就闲置在家里了 每天就吃饱了睡 睡醒了就玩手机看电视 甚是无聊 在这百无聊赖之际 我发现身边好多像我一样的单身女性 都纷纷在婚找了老伴生活 而且看样子都生活很幸福 于是我就越越遇事 也想找个老伴一起过夫妻生活 这样我就不会孤独寂寞了 在冲动的欲望之下 我开始去尝试去相亲 多次相亲之后 我遇上了第一个对象 她叫老周 是退休干部 比我大八岁 年纪虽然有点大 但从精神面貌上来看 一点也看不出来 她的条件也比我好得多 退休金六千多 有车也有店面 还有两个儿子 但家里就她一个人居住 无牵无挂的 十分合我意 老周也对我很喜欢 说像我这样条件的单身女人不多 也许是单身太久了 互相都很迫切 我们相处不到两个月 就确定了关系 但没有领证 老周就让我住进了她家 进行搭伙生活 同居之后 老周对我很大方 不用我出生活费 每月会拿两千元生活费给我 额外还会给我八百元零花钱 我只要做好一个家庭主妇 做做家务和陪她就行了 一开始 我觉得老周是很好的男人 舍得为女人付出 而我也对老周就越来越顺从 只要老周叫我做什么 我都不会有啥怨言 可是三个月过后 我发觉自己过得很累 也很糟心 先说说钱的是 老周虽然说 每个月会给我两千元生活费 但真用起来 却往往不够用的 因为水电燃气费 一个月就要四百多 然后剩余的钱平均下来 每天五十多元 用于买菜做饭 压根买不了什么好菜 而老周每天又会给我下菜单 竟买一些又贵又难买的 这就搞得越越透支 经常八百元零花钱 倒贴进去都会不够 我想过跟老周多要点 但要过好几次 都被老周对了 说我不懂得花钱 为了照顾老周儿 心情 我只好自己拿出 私房钱倒贴进去 时间久了 也发现老周对我的好 只是在言语上 很少会有实际行动 刚相处的时候 还会给我买这买呢 可同居后就很少了 就进门的时候 给我买了一束鲜花 带我去商场买了一个包包 就再也没送过我什么 我在老周家 渐渐变成任人使唤的阿姨一样 她什么事情都不过手 非要命令我去做 平时我为她煮一日三餐就很忙了 要她帮忙洗个衣服或扫个地 她却从不理会 还经常不耐烦地对我说 这都是你们女人的活 我一个大男人做不得 甚至还这样对我 要我做这些 那我还娶你回来干嘛 听到老周这样说 我内心是十分不好受的 感觉她并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老伴 之后 我们之间开始经常争吵 我是说她钱给得少 是又让我做很多 而老周却还比我更委屈得似的 抱怨说娶我回来 花钱养着我 却让她经常受气 就这样 我和老周吵吵闹闹了一年多 最终选择散伙 离开了老周 我曾一度不想再去相亲 因为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 而身边好多姐妹就给我出主意 说我不能和男人搭伙 搭伙的男人都是骗子 只有敢领证结婚的才会是真爱 在好姐妹的怂恿下 我再次去相亲 是着想找个男人再婚 而在这次相亲中 我也挑剔了很多 千挑万选找了一位 我自认为很不错的对象 他叫老吴 是一个跟我差不多条件的男人 年龄比我大两岁 有一儿一女 也不同注 我觉得老吴很好 但为了安全起见 我对老吴放弃了长线 没有像老周那样 快速走在一起 我们谈起长长的恋爱 经历半年多 好多次约会 最终才选择跟老吴 确定关系 这一次 我没有选择搭伙 而是和老吴领证结婚 原本老吴是不同意 觉得这样很麻烦 也怕子女会不同意 但是在我再三要求下 他最终还是接受了 婚后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倒是很和谐 一起合作的生活 我做什么 他也会为我分担一些 即使他不动手操持家务 也会通过食物的方式 奖励我 至于生活费那些方便 他也很大方 直接把退休金的工资卡拿给我 每个月里面会有五千元 叫我尽管用 一点不怕我会花光 我以为老吴这样对我好 我的余生就幸福了 结果才八个月 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本来说好两个人结婚 就一起好好过安静的二人世界 可是老吴却经常招呼很多朋友 回家吃饭 要我伺候他们 端茶地水 烧火做饭 每次一来都是一大桌子人 搞得我累得要死 说了老吴好多次不要这样 花点钱去外面吃也一样 可他就是不在乎我的感受 再婚的第八个月 老吴的儿媳生了二胎 他就直接叫我过去伺候 原本这都是娘家人的事 却要我这个后来的婆婆做 我就很不情愿 而老吴却逼着我去 说我作为他的老伴 就要做这些事 不然就怎样怎样 为了和谐关系 我不得已跑到他儿子家里 伺候起陌生的儿媳 在那短短的三个月里 我真的是难熬至极 等我伺候完他的儿媳 没过多久 老吴又把他的外孙 接过来这边上幼儿园 与其说是这里上学方便 其实就是徒有我伺候方便 从此我要伺候老吴 又要忙着带他的小外孙 每天都束缚在 这两个男人的身上 我感觉我的生活一点也不自由 而且一旦小外孙有啥病痛 老吴还会把责任赖在我身上 让我受累又受气 直到再婚后第三年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老吴在我们领证前 就早早把房子过户到他儿子名下 大额存款也转到儿子那边 这让我很生气 在细想过去这些年 我渐渐发觉 老吴根本就没把我当老伴一样对待 好像我就是个过客 一个免费保姆似的 做饭给他吃 给他带娃 还要嬉皮笑脸地陪伴他 任他户来换取 最后我没有选择继续忍着过日子 因为房子和存款的事 我跟老吴争论过后 我选择了结束这段婚姻 我不是真图他的钱 要他的房子 只是我觉得我已经为他付出这么多 到头来 却被老吴这样防着 这让我很不爽 一点真心都感受不到 而离开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珍重 经历这两次再婚婚姻 让我深刻明白到 晚年会再婚的男人 大多都是有所图谋的 不是把老伴当免费保姆 就是当作一个陪衬 很少会有真心相爱的 虽然刚开始认识到恋爱时 能让人感受很多温暖和惊喜 但也只是短暂的 等真过上日子后 一切都会回归现实 所以 我结束最后一段感情后 就再也没去相亲了 也不会再相信晚年的婚姻 感觉余生一个人过得也挺好 虽然是孤独了点 但也总比把自己牺牲在 虚假的再婚婚姻里 要好得多吧